如果呢,我們要寫個for圍圈,基本上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呢,當然一樣,我們先開一個新的模組 然後把程式輸入,那我把程式print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計算總和 它這邊會輸出4950 那這個邏輯有點像在Excel裡面 如果我們舉Excel例子來看的話 有點像什麼,我今天11嘛,1到99 你可以向下填滿,填滿到這裡,然後再用一個sum的函數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把它加融起來 有沒有,類似這樣,所以概念一樣,上面是個清單 上面是個清單 所以呢,如果說我今天,我要在python裡面 第一件事就是,在for圍圈的後面 給它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要如何產生呢? 其實基本上會用到一個函數叫range 這個range特別注意 剛剛我們在VBA裡面,range它是一個物件 可是在這邊是一個函數 兩者名稱一樣 但是用途不一樣 你不要把它搞混 明稱一樣,但作用不同 那我們來看一下,如何來撰寫這個程式 首先的話呢,第一個呢,我們假如 要來撰寫這個程式 第一個的話,我們先產生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預設值等於0 也就是說我們產生一個,將來要加總 我要print,print sum 把那個sum給print出去 那預設值,給它0 比如說我今天0 那接下來的話,我跑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呢,就是 for回圈,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直接在這個enter之後的話,打一個for for後面的話呢,給它一個變數名稱 這樣,習慣用i for i i這個詞啊,你不要不斷變動 它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一直到99 所以這個詞要從哪邊來?我需要一個清單 所以後面的話呢,你就有一個語法去 for i in range 那range的話呢,實際上它就幫我採那個清單 當然這個range的作用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這個啦,就是說 如果我不用range的話,我必須要自己加一個清單 那那個清單的話,小瓜糊 1 0.2 0.3 有沒有,就是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一直0.0,然後一直到99 哇,那這樣子 一定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改一下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清單,對不對?你用range 那這個動作的話,跟那個excel有點像 那1 所以特別注意哦,它的 後面的range裡面 總共的話,我們給兩個參數就可以 第二個參數的話,從哪一個數字開始 第一個是1 夠點 第二個參數的話 哪一個數字停下來 那特別注意哦 停下來那個數字哦 是不會產生的 所以如果你要1到99 記得哦,你不能99 它就變成99停下來 它不會產生 所以記得哦,速度哦 100 後面呢,請你加個冒號 冒號的話呢,表示說 然後要做什麼 冒號了,停下來 就有點像if 後面不是有個冒號嗎? 有點那個味道 哎,接下來要做什麼 OK,Enter 好,那這一段敘述就是for I 就是它會幫你把那個清單裡面的資料 先把1,先丟給I 然後下一個2 下一個3,下一個4 所以哦,這個I裡面的值 它會不斷的變動 OK,那我們知道這個特性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在底下只要寫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就是說呢,把這個sum 怎麼樣 sum這個變數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累加 累加的話就是 它自己本身 上的初始值等於0嘛 然後加上什麼呢? 加上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如果I等於1的時候 那把什麼呢? 把sum裡面的0,0加1 加完之後呢,存到前面去 那它這個意思就是 我累加了 累加的資料存上 所以呢 當I等於1的時候 那加完之後呢 sum裡面就變1了 然後當I等於2的時候 那sum因為1加2 那不就等於3 3要存到sum裡面 那sum就等於3 所以意思加在加 加到99之後 那就等於是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呢,加完之後呢 我們要把結果print出來 所以enter 然後再來什麼? 記得哦 你enter這個地方 我們print記得哦 你不能寫在這裡 如果你把它寫在這裡 跟寫在前一階的話 有什麼差別呢? 特別是哦 差別蠻大的哦 我們先寫在這裡好了 print 那print的結果怎麼樣? 比如說加總冒號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串接什麼? 把這個sum 放過來 記得要怎麼樣 要轉型嘛 string 把這邊包一下 有沒有 加總的結果 那就會幫我輸出啦 輸出到這裡 串接在這裡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加總 冒號 就剛好是4950 OK 但是呢,特別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呢 我剛好提過 就是那個print 如果你enter之後 假設我按一個TAB鍵 如果print 假如是 怎麼樣呢? 在這個地方沒有往前一接的話 它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我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就變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它會在這個for回圈的裡面 那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在裡面的話 只要跑一次 它就動一下 跑一次就動一下 OK 如果你怎麼樣呢 把它back到前面的話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在for回圈的外面 也就是說呢 它是 把上面這一段程式 跑完之後 才去做下面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是在裡面的嘛 它一直跑跑跑 如果你在外面的話 執行一次 那你會發現它只會跑一次 它是意思說 上面的事情做完之後 再做這一件事情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Python那個接程 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所以有沒有那個TAB鍵 有沒有縮排 這個是完完全全 是 結果會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請你幫我改一下這個程式 因為我們加種1到99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哦 請你幫我把那個 這個1到99的基數加種 跟偶數加種 分別幫我加種起來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基數加種 偶數加種 那那個寫法的話 其實哦 至少兩個以上 第一個寫法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程式裡面哦 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 一副 I的這個詞怎麼樣 它能夠被二整除的話 那表示它是偶數嘛 反思的話它是基數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那我們怎麼知道說 它到底是基數啊 五數 我們可以用什麼 求餘數嘛 所以呢 除以多少 不是百分比哦 除以多少的餘數 除以二的餘數 如果等於等於 1的話 那表示是基數嘛 冒後 做這件事情 那反思的話呢 else 做這件事情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sum 只有一個嘛 所以哦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多一個叫sum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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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加什么? G数 这边是什么? G数 这应该是什么? G数 G数的加总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 Sum A 然后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偶数 那这边的话就 Sum B OK 就大功告成 可以看得懂我历史 可以执行看看结果 OK G数的话加总是 2500 然后偶数的话少一个 所以2450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步先完成那个 就是1到99加总 第二步的话再帮我改成 G数跟偶数的分别加总 当然你也可以再改什么? 3的倍数的加总 5的倍数的加总 有没有? 或7的倍数的加总 可不可以一样吗? 所以 同样的道理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 判断它能不能被哪一个 这个数字 整除的话 当然如果除以2 余数为0 就偶数 OK 如果为1的话就7数 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判断 那就可以分别 帮我把1到99的G数跟偶数 分别把它筛选出来